第二小题 这个双面数函数呢 它现在是x分之y 那我们现在呢 把它对x偏为 在二阶偏倒 再加上y的二阶偏倒 我们先把它对x偏为 那对x偏为的时候 我们先把这个f 这个原函数 把它看成是 y乘以这个x的 -1次方 我们先把上面这个 看成是y乘以x的-1次方 然后呢 你再把f对x偏倒 那对x偏倒呢 这个y还是y 那这个x的-1次方 微分呢 变成-1x的-2次方 -1x的-2次方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它对x呢 再度的偏倒 那么y还是y 那么这个微分以后呢 x的-2次方 再把-2拿到前面去 跟-1乘在一起 变成2x的 -2-3次方 那所以呢 把它这个 写成分母的形态 就是x的3次方分之1 这个x的-3次方 就是x的3次方 在分母 那分子呢 是2y 分子是2y 好 那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要对这个 f对y偏倒的时候 f对y偏倒的时候呢 我们把f呢 看成是呢 x分之1乘以y 乘以y 接下来呢 我们把f呢 对y偏倒 对y偏倒呢 它就剩下x分之1了 剩下x分之1 接下来呢 对y的二阶偏倒 就是把这个一阶偏倒呢 再为 那x分之1里面没有y 所以它再为变0了 变成0了 那所以呢 这一题呢 它最后这个答案 f对x的 加上这个 f对y的 那么 它其实呢 就是等于呢 f对x的二阶偏倒 对x的二阶偏倒呢 就是这一个 x三次方分之2y x三次方分之2y